掌聲歡迎第一位模特兒 茗茹 我們會看到我們的模特兒呢 這一次呢 所飾演的是俏麗搖滾 所有的女性呢 你會看到呢 都是以非常的甜美加上中性的風格 尤其是今年非常流行軍裝喔 為什麼呢 因為女性意識抬頭 大家都覺得我是非常有個性 我是有能力的 那在眼妝上面呢 我們會看到她用均綠色的 不思議這個眼蜜呢 擦在上面非常快速的創造出 有一種均綠色的感覺 同時在她的口紅上面 我們用的是我們的雙色口紅 甜心橘的南瓜橘的這個顏色 非常非常的好看喔 謝謝閩如 所以我們看到模特兒化完妝之後 是不是非常的不一樣 接下來讓我們以熱情的掌聲歡迎第二位模特兒主佳 接下來讓我們以熱情的掌聲歡迎第二位模特兒主佳 主佳呢這一次所飾演的是復古巴林 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們這一次呢在彩妝上面 我們用了小煙燻 我們用了叛徒的這個眼蜜 以及我們的彩盤 也就是我們的這個莫地夫彩盤 在她的眼尾上面呢 幫她加重她的眼神 同時在口紅的部分呢 我們用了這個我們的雙色口紅的 藻紅色 非常非常的好看 你會看到在她身上呢 非常有自信之外 同時帶一點點的復古巴林的感覺 謝謝主佳 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自己的明星的焦點喔 非常非常的漂亮 接下來讓我們以熱情的掌聲歡迎我們的大夫 第三位模特 戴夫 戴夫所飾演的是魅力CEO 大家認不認同 越有魅力的男人 賺的越多錢啊 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帥氣喔 那謝謝戴夫 有沒有很不一樣 有沒有很不一樣 非常非常的帥氣 接下來讓我們以熱情的掌聲歡迎 第四位模特兒 常威 常威所飾演的是花樣男子 不可否認的這幾年是不是韓風非常的流行 尤其是韓風一盛起的時候 所有的男士朋友們都開始化妝 畫眉毛畫眼線 所以我們在模特兒身上 常威身上呢 我們幫她畫了粉底做好立體之外 同時我們用我們的彩妝的彩盤 幫她畫上這個斜斜的眼線 讓她的眼睛看起來非常的立體 謝謝常威 接下來讓我們以熱情的掌聲歡迎 第五位模特兒 智惟 哇 是不是 所有人 最愛的 就是bad boy 對吧 那我們在智惟身上看到呢 他就是標準的壞壞型男 所以俗話說 男人不壞女人不愛嘛 那壞壞型男也是要保養了對不對 他在我們的莫地夫裡面 用了我們的粉底液之外 來創造他好膚質的感覺 同時用我們的眉合 幫他畫出非常非常立體的效果 以及呢 我們用我們的彩盤 我們這一次的新品彩盤 幫他畫了眼線 非常非常的好看 謝謝智惟 謝謝 謝謝 接下來讓我們以熱情的掌聲歡迎第六位模特兒 冰馬 冰馬 冰馬所飾演的是動感型男 這幾年運動風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時尚 不運動的人感覺好像沒有跟上流行 所以在這幾年呢 我們會看到有非常多的運動型男呢 他們除了運動之外 也希望可以擁有好膚質 用我們的莫地夫粉底液就可以創造出非常非常棒的膚質感 同時呢 我們又用我們的眉合 幫他畫出非常陰體的眉毛 跟做好立體之外 同時又用我們的眼線 這個我們的彩盤畫出他的眼線 非常非常好看 我們謝謝冰馬 太棒了 我們的所有超連鎖店主們 各個生活的大部分 真懷絕技 而且美的美 帥的帥 那讓我們再來 我們再來欣賞我們的兩位女的模特兒 竹佳跟敏茹 接下來我們歡迎四位型男 哇 真的非常非常地帥氣喔 這四位型男來自不同背景 不同年齡不同的喜好 但是他們共同點就是用我們的莫地夫 才能這麼地帥氣對不對 那我們再請所有的模特兒往後幫走 讓所有的夥伴們再欣賞一下 謝謝 最後我想跟大家說的是 其實呢 所有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在什麼樣的背景 以及你是男士或是女士 在我們的莫地夫裡面 你都可以走出自己的風格 做自己 同時呢 非常有自信的 成為一個全球超連鎖店主之外 成為一個全球的企業家 同時又是一個時尚的領導者 最後 我們要謝謝所有幕後辛苦的工作人員們 以及這個莫地夫的彩妝師 讓我們以熱情的掌聲歡迎 我們的所有彩妝師 阿妹 阿妹 美麗 以貞 萍萍 小失 哇 靠近一點 最後 我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不管你懂不懂保養 懂不懂彩妝 没有问题 只要进到GMPSS系统来 所有的东西 你都会变得很拿手 很专业 很在行 最后祝大家成为 最时尚的企业家 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观看